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到第十部的重说剧 算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今集说黄宝村回遥之后 讲述黄宝村守得云开见月明 终于等到摄平贵回来 还接她回西梁做皇后 本来是一个开心的大结局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 她回到西梁之后 如何和代战公主相处 大家有没有想过 她面对十八年没见过的丈夫 多亲切又多陌生 她们有什么话题呢 9月20日晚上8点半 请来1点红飾演薛平贵 收落和飾演代战公主 还有谢晓盈我 飾演黄宝村 想知道这段三角关係如何收科 记住看我们的直播 分享我们的灵宵频道